赵丽颖 就是想观望一下舆论的走向 这一次的事情也是微博站方认为两人毕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应该要做到对自己粉丝的引导义务 但是两家互私的这件事双方工作室都没有 第一时间站出来对粉丝进行有效的引导 所以导致了粉丝之间的互相拉踩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恋爱传闻 其实王一博跟赵丽颖之前没有过什么绯闻 但是由于两人合作了影视剧之后 就陆续的有两人的绯闻传出 各种被爬出来的恋情实锤 其实两人在合作影视剧之前就有很多人不喜欢两人的合作 但是没有什么用 并且两人合作的那部古装剧反响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反响不是很好 所以粉丝就有一点不高兴 再加上之前赵丽颖接的新剧也蛮生长片方接触过王一博 所以就有人传出两人要进行二搭的消息 且不说这件事最后的男主角到底是不是王一博 现在这件事闹成这样 对两家粉丝的正主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饭圈的粉丝总是想着要去掌控自己的正主的选择 但是说白了又能改变什么呢 况且现在两人的事业都已经收到了不小的影响了 抵制成功 其实在这次抵制之前赵丽颖家的粉丝就有过一次抵制的案例了 只不过当时可能因为男方比较糊所以也就没有闹大 并且也抵制成功了 所以这一次传闻要和王一博进行二搭的时候 粉丝就又开始闹了起来 可能粉丝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闹到现在这么大 其实很简单 现在正处于网络清朗期 你但凡有一点不好的影响都会被拉出来 所以粉丝们在抵制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家正主考虑吗 加上目前的王一博可不是之前的十八线王一博了 两家的粉丝也都是比较抗打的 两家的粉丝都是看不过别家来诋毁自家的 多一两句话沟通不来就掐了起来 现在就导致了两家粉丝的正主都被点名批评 所以两家正主也都是急忙发表了声明 总结 如今的饭圈不是以往的饭圈了 天天之前在爆料的时候就有说过 上头已经开始整治内鱼的流量明星了 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老老实实的圈的字蒙吗 不要总是想着去主宰正主的行为举止 他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再说了闹大了对正主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如果两人真的要二搭 抵制不成功的话 你又会怎么做呢 脱粉吗 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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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公路团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